比如說我們以前合作的時候 會很常要出席一些什麼 春酒味啊什麼的 他就會這樣笑笑這樣 然後就說 明真啊 專業 我們要可以走了吧 要笑著講啦 是 還要待到幾點 對啊 因為那種場合 你待久沒有意義嘛 對 待久他們只會供你那個 要捐錢 沒有意義 然後每次要到家捐錢的時候 他就說該走了吧 對啊 他第一次 你帶他去見你父母親的時候 他是怎麼樣 你讓他自己形容一下自己好了 應該是 這還要錄嗎 這 這不要嗆人所難的 為什麼這樣說 不是啊 就是 因為我們在這個圈子裡面久了 你如果去看到誰 你都跟人家開玩笑 有時候人家會覺得 你可能不莊重 對 對不對 或者說人家期待說 我們在這個電視上看到 還滿好笑 然後再試一下也要很好笑 幹嘛 我有領錢嗎 沒有 不是 這句話 中間是有要領錢嗎 對 他幹什麼 我賣笑嗎 我要一直笑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去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菜來了就吃 對不對 水來了就喝 就這樣子而已 有什麼好笑的 所以你有主動跟你的岳父母 打交道嗎 有 有 其實我岳母 她是一個很活潑的人 有時候我就會跟岳母聊天 說 媽媽 妳這個年紀 那個頭髮 保養得這麼好 妳在哪裡做的頭髮 她就會跟我聊了 所以 怎麼可能 沒有 她就是專攻岳母 但是對於我所有其他的親友 我只能夠給她四個字 也是一句成語 就叫做 呆若木雞 沒有 她連那個嘿嘿嘿都沒有了嗎 沒有 她就是簡單 就是皮笑肉不笑這樣打個招呼以後 就坐在那邊 默默的 也不知道幹嘛 因為菜來了就要吃嘛 不然會涼囉 這合理 連到她自己的家人的飯局 都是這樣 非常的珍惜她每一個字的價值 對 那變成是說 就是兩邊父母見面的時候 就是他們自己要打熱場 因為剛好我爸爸跟我婆婆都是 有這個眷村的背景 就是他們兩老還要自己聊起來這樣子 對啊 他們用家鄉話 兩個人在那邊聊天很好啊 那我看 好就好啦 那我們看有菜我們就吃啦 對 不要再吃了 她唯一會跟親戚互動就是 你那個要吃嗎 不吃我打包 對 差不多 差不多就這幾句話 那薩基努呢 她第一次去見Maya父母的時候 你有打圓場嗎 其實我第一次去見她的爸爸 就把她爸爸灌醉 你把爸爸灌醉幹嘛 你是幫女兒灌醉嗎 爸爸灌醉能幹嘛 很熱情嘛 就是 然後她爸爸因為 因為我們語言上面其實是有障礙 有點隔閡的 有障礙 然後我爸爸為什麼 他會講什麼 講中文 中國語 因為他們是用全摸在溝通的 對 所以就都很棒 然後我到那邊其實是等於是 那你怎麼講 很陌生 所以就不講話了 我就來 來 就來這個字 又來 又來幹嘛 又不是貨車再倒車 來 那你言語上溝通就滿困難的啦 哪有 他最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他就跟爸爸講說 爸爸 你那個頭髮好像很少耶 你是不是禿頭 哇 這麼直接啊 如果我跟他生完 我娶那個Maya的時候 那孩子是不是就禿頭了 然後我講說 你怎麼會講這句話 然後那個時候我爸爸的 我是說這樣 是不是不講話吃菜 比較好 我是說他髮線高 我沒有說他禿頭